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剧情逻辑十分复杂的电影 名字叫做《百日孤独》 影片主要讲述的是在一个堡垒驻守一百天的士兵精神错乱 最后被怪兽一口吞掉的故事 影片第一开始 人类和外星怪物爆发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斗争 而怪物开始占领地球 地球上只剩下5%的人类被首领们带到地下去生活 在地下生活的人类 每隔一百天就会派出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去驻守防御塔 而我们男主角这次被派到一个防御塔去 来到防御塔后 男主日复一日地坚持自己的工作 他每天坚持成练检查四周的情况 向首领报告自己的工作 可是工作太故意烦躁 他认识了新的好朋友 一只小白鼠 这天男主一路既往地在外面检查 突然发现一个树上有前任士兵留下来的勋章 男主很势不解 于是他去问自己的首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首领却吱吱吱吱地给搪塞了过去 命令男主只要负责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好 又过了很多天 男主发现一个怪物在防御塔附近 他马上把这个情报告诉了总部 可是总部却告诉他不要再怀疑 让他好好的执手就可以 这让男主开始越来越奇怪 于是他跑到前任士兵里的房间里寻找一些线索 却在门上发现了一台血迹 经过反复的考察和模拟 他认为这个血迹是前任士兵吞墙自杀而留下的 于是男主立马打开前任士兵留下来的保险柜 里面有一个对讲机和一个笔记本 他立马打开了对讲机 里面却传来的是隔壁防御塔士兵的声音 士兵得知不是前任士兵后立马挂掉对讲机 而此时背后突然闪过一个声音 防御塔内突然断电了 男主惊慌失措 立马向总部求助 总部告诉男主 他马上为派人来修理 让男主不要担心 很多天过去后 总部终于派来了修理人员 男主威胁修理工想要看前任士兵的路向 可是修理工却拒绝了 修理工指责男主 只是像一个前任士兵一样的分子 并且将小白鼠扔掉了 两个人扭打起来 藉由修理工被男主囚禁在了监狱 可是修理工却告诉男主 确实有怪物的存在 可是男主却不以为然 他拿起对讲机 告诉在另一边的防御塔的士兵 这一切都是总部的圈套 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控制好外面的所有资源 控制好人类而已 男主失控杀掉了小白鼠 他痛哭流涕 落奔到外面 就在这时 他又碰到了那个怪物 男主凭借自己惊人的战斗力 将怪物打死 可是当揭开怪物真面目 却发现原来这个怪物是前任士兵假扮的 前任士兵的确有精神混乱 男主全副武装 准备去找隔壁防御塔的同伴 他打破了一切在防御塔周围的警戒 可是当他来到隔壁防御塔时 却发现那里的士兵早已经成为一滩肉泥 就在此时 真正的怪物发出了咆哮声 修理工前来拯救男主 却被怪物一口吞下 影片的最后 男主也沦为了怪物的口中食物 看完这部电影 小编直向说 领导和士兵之间的信任是十分重要的 即便士兵足够忠诚 可是领导也需要给他手下一节定性文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